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这个n之间的简明关系是由一个或者更准确的讲一系列的定理来给出来的 我们先来看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定理是怎么说的 他说对于任何的一个n边形来说 我们最多只需要三分之n个少兵就够了 而且反过来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确实也必须用到三分之n个 我们先来看必要性 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用到三分之n个少兵呢 你能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吗 这里我们不妨就给出这样的一个实例 这是个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梳子 就像女孩子说天天使用的整理头发的那个工具一样 梳子 它有很多个尘 那么我们说如果有一个艺术画廊建造的时候就是设计成这样的样子 那么我们或许需要很多个少兵才能将它覆盖起来 准确的讲需要多少个呢 你大概看出来了 有多少个尘就至少需要多少个少兵 原因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关注这些尺的尖端这个位置 每一个尖端的位置都需要独立的使用一个少兵 如果这一点你还看不太出来的话 我们不妨反过来这么理解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在这个多边形中找到一个点 能够同时看到这样的两个尺的顶端 是不是这样 没错 所以有多少个尺它就需要多少个少兵 而每一个尺需要多少条边才能围成呢 你去算一下 恰好是三条 对于这个多边形来说 我们可以说它总共的边数是15 而它总共有五个尺 相应的 我们也就需要五个少兵 五台摄像机 那么对于一般的N 更大的N 你可以很方便的对它进行拓展 变成三分之N个尺 所以我们说 这个定理所说的必要性 也就是necessity 确实是成立的 那么反过来 充分性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糟糕的例子 所谓充分性就是说 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例子